你好 欢迎收看4月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莲县政府今天在县府大礼堂成立了0403震灾联合服务中心 县长徐正位则成了建设处 社会处 还有地方税务局共同来运作 主要提供的是包括了灾害救助金的发给 还有受灾户租金补贴 各项税金减免资商 还有食物申请协助等 要陪伴乡亲早日回归生活正轨 新闻学员表示 0403震灾后第六天 为了协助受灾民众 县府迅速启动多项机制 包括举办说明会及乡亲会谈 严厉补助办法 设立了联合服务中心提供资讯以及申请的作业 目前红单户建筑为32件 黄单户为35件 共计1400多户 这是租屋补贴与0206地层不同 以对人不对屋主的原则 有实际居住 事实即可申请 如果你的房屋有倾倒 或者是有动产不动产 可以减税的 我们地方税务局及国税局都会在这里 为您说明 也为您服务 当然更希望很多人 如果你不了解 你可以来服务中心 联合服务中心来走一走 也可以成为一个咨询中心 第二个 就是社会福利的部分 就是我们救助的部分 无论是这个部分 我们社会福利就进驻在这里 当然来到这里 可能就是我们的拆迁部分 我们的应该是补贴的部分 就是你可能要迁出这个房屋的补贴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我们社会处也在这里会跟大家说明了你身份 因为现在房间有非常多不正确的消息 所以这里等一下社会处也会跟大家说明 什么样的资格可以来做 或者不了解不清楚 你本人来一趟联合服务中心 也可以为您服务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建设处的部分 就会对于我们红单黄单后续的处理处置的方式 以及您现在已经在红单黄单内不能居住的 那会有租屋的补贴的部分 那租屋补贴的部分 这一次跟0206有个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这一次是对人不对屋主 所以这一次就是如果您有居住的这个事实 您是实际的居住者 您就可以来这个申请 为了协助救灾的红件已经开证灾装款装户 接受民众爱心捐款 募得款项将作为援助花脸证灾之用 将爱心送到灾区 协助赞民们渡过难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